昨天下午 總統官邸有一名協助照顧退役工作權的一名志工 主動通知總統府的幕僚確診的消息 在得知消息之後 總統的醫療團隊隨即應變作業 在第一時間為蔡總統及相關的人員進行核酸檢測的篩檢 結果全為陰性 總統的健康無語請國人朋友可以放心 該名志工是今天指揮中心下午公佈的確診案例 經過我們查證 這位志工上次進入官邸範圍的時間是 5月11號上午9點到傍晚5點40分 在這段期間總統跟這位志工沒有任何的互動 也沒有任何的接觸 那相關的動線也都沒有任何的重疊 那在5月11號之後 這名志工也都沒有在進入過官邸的範圍之內 那也沒進過這個總統起居的預說 所以這個部分請國人朋友或關心總統朋友可以放心 請問他小姐